不少男性在年紀佔長後 都有出現一些前列腺問題 今天很高興請到避尿專科羅德俊醫生 跟我們講一下 羅醫生你好 大家好 首先想問羅醫生 其實良性前列腺肥大 有沒有說有什麼原因 其實良性前列腺肥大 是一個很普遍的退化性疾病 當你年紀越大的時候 你的前列腺都會增大 每年以2%的大速度來增長 其實有沒有說 有沒有方法可以知道自己有沒有這個問題 前列腺肥大會引致下臂尿到症候群 症狀包括要用力才磨到小便 磨小便磨得慢 磨到斷斷續續 經常都覺得好像磨不止小便 甚至磨小便可能要磨兩次才磨得清 那其實有沒有說前列腺肥大 這個問題引起一些被療症的症狀 其實會常不常見呢 其實我們在說50歲或以上的男士來說 其實這些症狀都挺常見的 有50%至70%的男士去50歲或以上 都可能有以上的症狀 知道前列腺增生都會有一些下療道的症狀 其實對身體有甚麼影響呢 會不會引起一些其他病發症呢 其實前列腺肥大的話 有機會令到病者磨不清小便 磨不清小便的話 就會有機會增加熱療的次數 會影響你的睡眠質素 另外前列腺肥大的時候 會令到膀胱的出口或阻塞的現象 膀胱需要用更大的力 才可以把小便磨出來 長遠來說 有機會令到膀胱的肌肉肥大 然後變成纖維化 影響它的彈性 最後變成無力 影響膀胱的機能 當然啦 前列腺肥大也會有其他病發症出現 包括有機會療道感染 磨血療 散石 甚至引發急性的療豬瘤 嚴重磨不清小便的話 有機會導致療液 導致腎影響腎功能 其實現在對於前列腺真身 治療方法是怎樣的呢 傳統來說 治療的方式可以包括藥物上的治療 或者手術上的治療 藥物上的治療 我們通常會用AlphaBlocker 或者是Valpha Reductase Inhibitor 這兩種藥的 但是用藥的話 一定有機會有一個副作用出現 副作用的話 可以是頭昏 病人 鼻塞 如果是用AlphaBlocker Reductase Inhibitor的話 有機會導致性慾減退 乳房腫脹 不舉 甚至有機會增加自殺的風險 當病者發覺食藥不能夠有效處理症狀 或者出現併發症的時候 或者藥物帶給病人很大的不便 尤其是副作用 我們就可能用手術的方式去處理前列腺肥帶的問題 剛剛提過 可能要用手術去處理前列腺肥帶的問題 其實現在傳統治療上有沒有有副作用 或者治療上也有不足 傳統的手術的話 我們講的是全身麻醉的經療道前列腺撤除術 相對港創傷比較大 流血比較多 住院時間大概是三天左右 另外它都有一定的後遺症 例如對性功能方面的影響 我們講的是對性功能方面影響 100個病人裏面有機會有7個不舉 10個裏面有機會有5至7個會有逆行社癥的情況出現 除了剛剛你提過的可能藥物 或者一些傳統的手術 其實近年會不會有一些壓新的方法 真的可以彌補到那個不足 和減低副作用的影響 最近就會有一些新的方法 例如前列腺水蒸氣熱力治療 它的原理其實就是將水蒸氣加壓 然後經過一個特製的儀器 去到前列腺表面打蒸氣進去 希望蒸熟前列腺 然後身體慢慢將前列腺吸收 令到沒有那麼多前列腺組織壓著前列腺尿道的話 從事改善柯尿的情況 這個手術可以去局部麻醉 或者監察麻醉的情況之下進行 大概30至40分鐘左右 傷口方面只是前列腺表面有6至8個針孔左右 病者也可以即刻入院即刻出院 對性功能方面的副作用是接近0 那男士一旦出現前列腺問題 除了可以考慮用藥物去治療之外 都可以試試不同的手術方式 看看可否將副作用和復發的機會減低 今天麻煩了羅醫生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